我知道你不相信超自然现象 我不相信无法证明其存在与否的事物 我不是浪漫主义者 那我现在就让你 见识一下魔法的力量 当作是报仇 当然好啊 让我见识看看 我可以破坏什么呢 什么 我还带了一位魔法使来 房间里有可以破坏的东西吗 所以你要用魔法破坏是吗 所以你想破坏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 动手吧 你什么时候动了手脚 什么手脚 门跟窗户的关者不可能是狙击手 唯一的可能 是你事先在这里放了暴力物 并设下机关 所以我才会问你能破坏什么 你才不会像这样质疑我 接着要破坏什么 就让你指定吧 那我当然要指定 难以放暴力物的地方了 比如说 这块地板 这支笔 是我父亲的遗物 我刚才还用它书写 实在很有趣啊 看来这个行动十分值得我舍命奉陪 那我就洗耳恭听 说吧 你带我来承讯 那时候我给你带我 我才让你带我 你带我 我 你带我 你带我 我 我